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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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三儿 曹头 灶头曹大街儿没来啊 听老板娘说 灶头今天有点事儿 要晚来一会儿 知道了 记不记得前两天谁烧了一道铁板牛柳啊 前些日子好像是咱们的灶头做过一次 是灶头自己做的呀 那是谁送 是外送外送餐吗 是外送的 那谁送的呀 嗯 嗯 嗯 好像是伙计刘海吧 哦 是刘海送的呀 嗯 是刘海 刘海 过来 什么事儿试试吧 哦 哦 来 您等我来 来 来 就是那家儿 哦 那天曹灶头叫你送的外卖就是那家儿啊 是 那家儿可是一位年轻的娘子呀 对 他说呀 他们家相公要吃的 可我送过去就看见一个娘子相公不在 哦 我明白了 是不是灶头把那送外卖的银子私吞了 没错吧 没错 老板娘叫我查一下 这个事儿你别让任何人知道啊 你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老板娘朝你爹呢 您放心 我谁我也不说 走 干活去 哎 夫人 您 您怎么来了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老头子呢 您 您 您来干嘛呀 那位支县大人呢 她 她 我 我也不清楚她去哪儿 你整天在这儿 连她去哪儿你都不清楚 她到牢房闪岸去了 闪岸去了 牢房 那我去牢房找她 别 夫人 夫人 不是 牢房那地儿吧 又脏又臭的 您去多不合适啊 您在这儿等着 我去把爷给您叫回来啊 哎呀 不了 我有急事找她 我先去牢房找 不是 那地儿不是 你 闪开 夫人 夫人 哎 天愁哥 小慧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天愁哥 我老头子呢 他没来过啊 支县大人 他今天没来过这儿啊 他没来过 小扣子 你不是说 他在牢里审案子吗 是啊 他审完案子 他走了吗 不 支县大人今天 根本没有到这儿来过 他来了 来了来了 审完案子不是又走了吗 你没看见就是了 替他打掩护 没有 他到底在哪儿 你还不快说 不是 石大人他是说来这儿来这儿 结果他自己就没来 他没来 他去哪儿了呢 我得想想 他能去哪儿呢 他 他这个 你想一想 你再想一想 你知道他在哪儿 就是不想告诉我是吗 不是 不是 你今天就不带我找到他呀 我把你的耳朵拧下来 夫人息怒 夫人息怒 我带你去 不行吗 请他请他 你放开放开 他在哪儿 他 他在那个 好在来酒楼 酒楼 酒楼 他是不是又去当厨子了 不是 他到那儿去审案子去了 审案 审案 审案为什么要到酒楼去审呢 这里边还不一定有什么猫腻呢 不 不 不 夫人 老板娘 到饭班的时辰了 那曹大头还没来呀 他又没来呀 那也许是家里有事耽搁了吧 这个曹大 我每个月的银子不少给他 可他就越发的不肯好好给我干 这段时间跟丢了魂似的 再怎么下去 我非开了他 你开了他就没灶头了吗 不是 开了他 我让您当我的灶头啊 我 我是天上的浮云 一个地待不长 谁知道能干多久啊 石大哥 我的意思是说啊 想让您长期坐下去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你要想留下 我这就开了曹大 哈哈 不说这话 不说这话 呃 我想问您个事 那曹大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他呀 老婆早死了 还有个儿子 哦 那个儿子是读书啊 还是在衙门里都当差啊 在衙门里当差 哦 当的是什么差啊 听曹大说 在衙门里还是份美差 哦 专管金库里的库银 是个库吏吧 可是一年前 因为金库的银子少了 嗯 而吃了官司 一直没有放出来 前一段时间啊 来了个支县大人 重新查了这案子 找出了真正偷金子的人 这才把他放出来 哦 那是好事啊 那 他儿子叫什么呀 好像叫 曹元郎 曹元郎 哦 知道了 那 麻烦你了 那我就收拾收拾 就先回家了 小扣子 别拉着我 呦 客人来了 想吃点什么呀 厨造尖在哪儿 厨造尖 厨造尖 老板娘 这是石师傅的夫人 你可千万别招惹她 她来干嘛 她 她 老头子 你个老不肯的老东西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 你跑到这来干嘛 来来见 夫人 你要给我留点面子 面子 你还知道要面子 你堂堂的支县大人 跑到这来放出 你还要什么面子 你懂什么叫面子吗 你 我松手 你看看 看看把我眼睛链都拽断了 她是支县大人 不是 这位夫人她就是胡蝶蝶 今儿她敢说自己是支县大人 明儿还敢说自己是黄虎娘娘 你别嫌 千万别嫌 我是跑到这儿查案子来了 谁跑到这儿棒出来了 你这是来查案子 我当然是来查案子的 不信你回家问问那个 问问那个扣子 毒丝立清白的铁板烧 就是从这家酒楼给送出去的 哎呀 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早说 你得让我说 那你查出线索了吗 咱回家说去好不好 走 回家说去 我还以为你看上老板娘了 又是在这儿胡说 不就是个小寡夫吗 走 回家说去 走 老板娘 师师傅 您这是去哪儿啊 我今儿有事明儿再来啊 老板娘 老板娘 这夫人把她属于暴露脾气 她一点就着 今儿没把您这点着喽 那就算不错了 我明儿一定来 明儿一定来啊 嘿嘿嘿 爹 我给您倒点 看 她是我们这儿新来的主子 神师傅 爹 你说那个人 她是你们新来的主子 是啊 怎么 你认识她 是我看花眼了 天底下竟有长相如此相像之人 你说她像谁啊 像我新来的支线来人 是 你怎么了 睡不着 还在想那个金库失气案呢 那些天 你是不是一直住在你天愁各家里啊 是啊 走吧 走吧 不行啊 行 谁说不行呢 我的意思是 你们两个毕竟不是亲兄妹 还是避点贤为好 不要把我和天愁哥想歪了啊 说心里话 我可是一丁点别的想法都没有 你没有 那普天愁不一定没有 我只是 只是 只是踢个行 你 怎么 怎么考验你这人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夫人哪 是我小心眼 是我十足相小心眼 我实在是怕夫人被人家抢走了 要是夫人被人家抢走了 你说我到哪去找这么好的老婆呀 那你以后啊 不准再小心眼了好吗 好 你保证 不小心眼我保证 那桩案子 你破的怎么样了 上午头绪啊 你说 给李清白下毒的人 会不会是曹大 如果是曹大下毒 他为何要毒死李清白和他家娘子呀 那曹大和他儿子曹元郎 和金库的失窃案有何关系啊 既然 既然线索 既然线索已经查到了曹大那儿 那他和金库盗窃案肯定有关系 只是啊 你还不知道罢了 那就 那就从曹大 这边入手 拿他开斗 嗯 赵头啊 说是前些天 伙计刘海儿 往外卖送了一道铁板牛柳 是您做的吗 什么时候 说是五天一钱吧 啊 记不清了 铁板生是每天都做吗 不不 这道菜啊 点的人不多 隔三差五的才做一回 那你怎么 怎么就记不住了 哎 我这人呢 上了年纪 记性也不好 徐师傅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啊 糟头啊 那老板娘也忒小气了 不就是一道铁板牛柳吗 她说是忘了记账了 让我帮着查一查 这外送餐吧 好像都有过 哎 可绝对没有铁板烧牛柳啊 是 你说这一道铁板烧牛柳 它也不值几个钱 它还让我去查 弄得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你别在意啊 糟头 糟头 外面有人客人点了一道果金蛋 这菜只有你会做 快上灶吧 好嘞 老板娘 我马上做 糟头啊 糟头 何为果金蛋 您能让我见识见识吗 哎 这也不保密 可以 这果金蛋的妙处啊 就是将蛋黄换成蟹花 哦 再将抛成两半的蛋清盒上 再用生蛋清勾缝儿 看上去啊 好像还是一个完整的蛋 客人一吃 才吃出里面原来是蟹花 哦 便觉得不可思议 又惊又喜 这道菜啊 就是抓住食客们惊喜心理而取胜 哎 有点儿像编析法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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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果金蛋哪 哈哈哈哈哈哈 扣子 哎 你马上去金匠家 叫那金匠带着他的全部家事 到县衙来听候差遣 这这您您要打什么金 快去别啰嗦 行行行 我去我去去去 你看看 这钉金子你能把它锯开吗 当然可以 好 把它锯开 一分为二 扣子 哎 仔细看看啊 这这金子只有外包皮是纯金的里面全是千胎 大人 您看 果不出所料果然是果金蛋哪 啊 啊 差人 把库里从李清白家搜出来的所有的脏金都给我锯开喽 全都锯开 全都锯开 哎 你们赶紧把李清白家拿的脏银子全都拿来锯开 曹元朗 曹元朗有重大嫌疑 来啊 把他抓来审讯 是 大人 曹元朗 支县大人请你到衙门里去问话 带走 走 好生看官 是 跪 大人 小人愿意把一切都招出来 只求大人只抓拿小人一人 千万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哪 本官绝不会 殃疾无辜 朱连他人 谢大人 小的与李清白是一伙的 共同合谋盗窃裤金五百两 本想等事情过后分了这五百两金子 可是 不想却被大人识破 抓住了李清白 哼 李清白倒也意气 自己把全部罪责承担下来 到死也没咬出你的名字 你倒好 你却在他的饭菜里下毒 杀了他夫妻两个灭口 说 真金子藏在哪儿 你什么时候掉的包 大人 杀他夫妻二人 小的是承认的 可是这金子是假的 小的不知道啊 你的意思是 你和李清白 从金库里倒走的那五百两黄金 本来就是假的 是这意思吗 正是啊大人 那金子偷出去便交于李清白的娘子去窝藏 如果要是掉了包 那应该是他夫妻二人干的 你以为是他夫妻二人干的 不不大人 他夫妻二人干不出来 他们不敢 大人 直立包不住火呀 如果是他夫妻二人把金子掉了包 小的迟早会发现 到那时候小的肯定会把他二人告到官府 他们不敢 他们不敢 大人说这金子它是假的 那一定是在库里 他就被人掉了包 那时候就是假的 那就是说 这五百两黄金 在官府的金库里 就是假的 你们偷出来的是假金子 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大人 放肆 胡说 官库里的金子怎么会是假的呢 快说 你把真金子藏到什么地道去了 大人 小的连杀人都招了 怎么能和您不说实话呢 阎王爷审案子全是鬼事 看金子的偷金子 偷回的金子全都是假的 这谁信呢 谁信 大人不信 可以明察 来啊 在 把曹元朗押进牢房等候再审 是 大爷先去 起来 走 大人 既然 已经抓了曹元朗 为什么不抓他爹曹大呢 帮菜里下毒这事儿 一定是他爹曹大干的 那你说呢 大人是想利用曹大 找到真金的下落 人 那天 绝两韬 呢 幹露 到现在还没回家 我还当他出啥事了呢 告辞了 大人 这是近几年来金库的全部底账 请大人查看 牛大人 您先眼看 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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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看起来这些年来的所存库金 是年年略有增加呀 对 家兄在世的时候听他说 我们湘河县的库金 年年略有盈余 那这些略有增加的金子 是从哪里来的 是朝廷的拨款 不 地方收入增加到金库 哦 那本官 本官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啊 师兄又发什么奇想啊 如果那个曹元朗说的话是真的 那这些金子就有可能全都是假的 也就是说 这些金子他都包了一个 包了一个胎心啊 这 这不可能吧 那 那就把所存库金 咱们来一个抛肤查验如何呀 要检查库金 哦 你打开箱子 对这些所藏的库金 竹箱进行抽查 一查便知 那可不 大人 这开箱验金 非同而戏 倘若这金子真有问题 也就罢了 假如这金子没有问题 大人啊 哦 你这顶带花铃 可就保不住了 那是为何呀 原来大人不懂大清律令啊 大清律令第123条明文归境 地方官府不得私自开箱验金 倘若验金 必须上报朝廷户部审批 方可实行 那么本官要是非验不可呢 这 如果非要验金 还没有户部的批文 那就是有为大清的律令 是吧 傅勤年 非旨在 对有为大清律令者 该如何处置啊 回牛爷 对违背我大清律令者 不论其官职大小 地方执法官可以先斩后奏 只认律令不认人 哦 施大人 施大人啊 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块 是非之地吧 真太前考虑 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 就开箱验金呢 万一打开裤金 那些裤金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那你吃醉得起吗 我以为那是坛子里头摸鸡蛋 十拿九吻的事 就是十拿九吻 你也不能私自开封验金呢 朝廷的规矩你不懂啊 就不懂 这规矩那规矩真是麻烦人 我只会颠炒勺 你要是帮我惹生气了 我这顶带不要 我还是当我的厨子去 你又要当缩头乌龟 你是不是又要当缩头乌龟啊你 谁当缩头乌龟啊 那你要是不当缩头乌龟啊 那你就必须得这样 怎么样 那你继续把这案子查下去 你还得把马之线的案子查下去啊 还剩几天了 你怎么就不查了呢 那我想查 我得能查得下去啊 你呀 你真是 你真是打小吃猪肝 肠子不会打弯啊 怎么了 他们不让你查 你就不会想别的办法啊 想什么办法啊 我和小扣子都商量好了 他们说开箱验金 不是需要户部的批文吗 咱们啊 就去拿一个批文回来 这样的话 他们谁还敢拦着你呢 夫人 夫人快下来 快下来 快下来 这么好的主意早不说呀 现在说也不晚呢 对 就叫小扣子去京城 户部拿个批文 他是书门书路 那好拿得很呀 小扣子 正好想去京城看看呢 那就叫他进来 好 扣子 扣子 夫人您请坐 大人 怎么着 听说你已经和夫人商量过了 要去户部给我取个批文 有这么贵事 那就有劳寇公公了 咱俩谁跟谁啊 您放心吧 我是造王爷买米 误不了您下锅 那您就快去快回 放心 这就去啊 我来 接着呗 接着呗 起大马啊 快快快 累死我了 快快快快 老板娘我来了 是实师傅啊 我还当您不敢来了呢 怎么不敢来 这又没有老虎啊 我这是没有老虎啊 你们家不是有只母老虎吗 还当是母老虎 把你给看住 您出不来了呢 老板娘 您去忙您的 我来忙我的 曹灶头来得早啊 是实师傅 您来得挺早啊 曹灶头啊 昨天家里有点事 回去的早了点 看老板娘生气 今儿早来一会儿 没想到 灶头比我倒的还早啊 老话说啊 没有三分力 谁起刀五经啊 曹灶 您气色不大好 家里没啥事吧 没事 那就好 听说 您有个儿子 在衙门里当差啊 儿子在衙门里 当个小小的酷吏 不值得一提 我还听说 说赵头早先在 杜县城家里的主厨掌勺 那可是够疯狂的呀 哎 当什么都是伺候人的差事 有啥可风光的 嘿嘿 那可不一样 听人家说呀 宫里的御厨呢 都是个无品官 出来都能当上个知府 你说 咱 咱咱咋能跟人家比 嘿嘿嘿 徐师傅 你这厨子的手艺 是在哪儿学的 在京城 为了学这点手艺 那我可是没少吃苦啊 是啊 不知苦中苦 打得人上人哪 施师傅 你可要飞黄腾达喽 大夫都说叫了 我算什么人上人哪 嘿嘿 也 也就是个伺候人的人哪 老头啊 我在衙门里头 有两个朋友 嗯 我常常跟他们见命 也许我还知道你儿子 你说说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曹月郎 曹月郎是您的儿子呀 怎么 你知道他 知道知道 昨天我那衙门里的两个朋友 还说起他呢 说 他们说他什么呀 说好像被牵扯到乙庄 什么案子里都去了 官府正要抓他呢 抓他 嗯 这不对呀 官府传来话说 派他出官差了 说走个三天五天的 就能回来 那是梦林哪 怎么说 他已经被官府抓进去了 抓到是被抓到 让他跑了 这个 衙门里的朋友还说呀 正发海埔公文 能够提供线索的赏银三十两 哎 曹师傅 可别说是我说的呀 曹头 您要上哪儿啊 啊 我有事 我有事要去办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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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多好啊 你 好啊 哪ا啊 那曹大进了肚主部家 我亲眼看见他 那曹大和肚主部是何关系 曹大曾经在肚主部大哥家里当过厨子 肚主部还有个大哥 肚主部的大哥叫肚子丁 曾在县衙里当过县城 那官位在县里布地 县里的财政大权全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我怎么没见过这位肚子丁啊 死了 死了一年多了 因何故而死 报病而亡 这个曹大与肚主部是一定有些干系啊 你去继续盯着曹大 那不是我伺候的他 直到为他出殡送终 那他临艳气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的病是上天对他的报应 因为他做了一件亏心事 惹怒了惹怒了上天要惩罚他 那都是他在昏迷当中胡说八道而已 这也值得你跑出这么老远来告诉我 真是 大人 令兄说的并非胡说八道 他说他得了一笔不义之财 原本想把这不义之财放回原处 可没等他说出不义之财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 他就断气了 那笔不义之财到底有多少 这个 令兄没说 不过他说了一句用千金赎罪的话 估计这笔财宝当在千金之上啊 千金 这就起了怪了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财宝呢 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大人 令兄在世的时候 你们兄弟二人关系一直不好 所以他就没把这件大事告诉您 现在倒好 他把那藏宝的秘密愣就带到棺材里去了 你说上哪儿去找 真是 大人 我儿子的事情 这样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牛爷 看他肯不肯帮你这个忙 多谢杜大人 谢谢杜大人了 如果本官没有猜错的话 县衙金库里边的那些个黄金 有可能全都被掉了包 您是说那金子都是假的 曹元朗说的没错 我要再次提审他 你去盯着曹大 是 曹元朗 毒杀李清白是不是你爹的主意啊 不 不 大人 毒杀李清白 是我逼我爹在菜里边下了毒 李清白本于我是结拜的弟兄 盗窃酷金之事 是我二人何计所为 可是大人抓住了李清白 我怕他在雨中供处我 于是 我动了杀鸡 爹 您不救海儿 二人就死定了 你爹我做了一辈子的好虫子 现在你却让我给人帮饭菜里下毒 我 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爹 你不帮儿 那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只有到县衙公堂 去投案自首了爹 那年以后再也见不到儿了 爹 回来 爹答应了 罢了 说吧 烧什么菜 就烧一道铁板牛柳 李清白最喜欢吃这道菜 铁板牛柳 清白 快吃吧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铁板牛柳 我被关在这里 哪有心情吃啊 曹兄弟 你得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啊 我要呆在这儿 非疯了不可啊 清白兄 你一定要挺住啊 千万不能把我供出来 曹兄弟 你放心吧 我死了也不会出卖你的 哎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知道 牛爷他是一个爱财的人 只要给他使银子 他一定会帮上忙的 那你给他送银子了 送了 一百两 牛爷说了 等过两天他做堂的时候 只要他一句话 一准把你给放出来 好 好 好 清白 你一定要挺住 马上就会没事的 好 我会挺得住的 你放心吧 清白兄 清白兄 你不是最喜欢吃我爹烧的菜吗 这道菜 是我爹亲手上造为你烧的 来 吃着吃吧 清白 快吃吧 哎 还是时辰到了 清白 你一定要挺住啊 放心吧 娘子 我一定挺得住 我会等你的 快走啦 好 来 曹兄弟 快进来歇一歇吧 进来坐吧 谢谢嫂子 来 兄弟 今天晚饭别走了 嫂子给你做饭吃 曹兄弟 洗手吧 嫂子 千万别怪我 千万别怪我 不杀了你们两口子 把他小命看出难保了 你杀了李清白夫妇 是不是以为就可以高枕不忧了 是啊 我以为杀了他们夫妻二人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曹元朗 你说那库金原本就是假的 那真的他到哪里去了呢 大人 如果是金子被掉了包 一定 是那一次了 县城杜紫丁杜大人到 见过县城大人 此金库年久失修 防漏强烈 需要修膳 所有这些库金 都转移到 都转移到 后堂一个临时房间 要严加看管 好 大人 我呢 你们呢 放大驾三天 俸禄照发 啊 哈哈哈 你说 那金库修膳文笔之后 那库金是什么时候放回去的呢 三天之后 县城杜大人亲自派兵给送回来的 那库金放回去之后 你是否查验过呀 验了 当然验过了 可是在验收库金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桩小小的怪事 发生了什么怪事 送回来的库金 比取走的库金稍稍多出来一些 多出来一些 正是 秉号六百二十两 县城大人 所有的库金全部收验完毕 如何啊 不缺一两亿钱吧 回禀大人 非但不少一两亿钱 反而比取走的时候 多出来一些 多了 是的大人 多出九两三钱 不会 一定是你算错了 大人 小的已经反复算过三遍了 不会出错的 哎 库金怎么会多出来呢 那 如果金子少了 当然要过问了 可现在 不但不少 反而多出来了 不必大惊小怪嘛 可是大人 这 也许是你们 过乘有误 好了 以后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验收完毕 打道回府 好生看管 是 这事儿 有点蹊跷啊 多出九两三钱金子 那是好事儿 你何必跟他说 兄台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靠山吃山 磅水吃水 咱们哥俩守着这个金子 不能当叫花子吧 这 你是说 我们把这九两三钱的金子分了 对了 要分就多分一点 我的意思是 明天 咱们俩就把这金子 我 来啊 把曹元朗押回牢房 是 我看啊 一定是杜县城 在趁着修缠金库之时 偷偷地将 将那些储备的黄金 掉了包 换成了假的 大人 还没有查探清楚 尚不好下次推论 对 对对对说的是